他一個月讀40本 他這個大草包嘛 根本看不懂嘛 別人我不敢講 就我讀過這一本 他要讀完的話 最少最少花一年以上時間 將近有恆大的篇幅 在介紹全世界有名的 戰史的地圖啊 要知戰之時 要知戰之地 你如果沒有把地搞清楚 你就不要講你懂戰爭 連到坐牢都要騙人 到吹牛自己很有學問 他絕對看不懂這本書 我本來想說 他一個月看40本書 我都對他崇敬起來了 不是 現在講說 柯文哲現在坐牢買一個月了 買一個月別人講說 他應該是灰心上次啦 非常沮喪啦 身體不舒服 沒有 他越觀越堅強 頭髮都變黑了 然後呢 他搖桿也打直了 他說在牢裡面呢 你不要够什麼東西 你也不要够什麼菜 給我什麼 給我書 他說他這一個月 看了40本書 他連李德哈特的戰略論 都看完了 柯文哲是我認識的 頂著教授的頭銜 人文素養最差最差的一個 粗辱無聞的草包 真假的 這個我不要去講別的 他這本戰略論 戰略論 是一個英國的軍事學家寫的 叫李德哈特 你看這邊是我在民國70年 真理的書 這是我在民國70年買的書啦 我在 我告訴你這本書多難你知道嗎 這是一本軍事思想的書籍 要看完的話 全部看到懂的話 要一兩年的時間耶 真的假的 過去是國軍軍少將必讀 只要當將軍以上的人 規定一定要讀這本戰略論 因為蔣中正自己提的 對 戰略論 把書籍自己提的 提的詞在這裡面 這都重要一本書 他一個月讀40本 他說大草包嘛 根本看不懂嘛 你知道嗎 這個書多難啦 他說他不但看了戰略論 他還講說 他還看了整個所謂的心智操控 還看了什麼 人工智慧在台灣 還看了什麼 21世紀諾貝爾物理獎 化學獎 生物獎 生醫獎 這個經濟獎 所有的綜合版本 他不可能練那麼多書嘛 怎麼可能呢 我剛剛講的 別人我不敢講 就我讀過這一本 戰略論 我讀過這一本 他要讀完的話 最少最少花一年以上時間 那個裡面有多少 將近有很大的篇幅 在介紹全世界有名的戰史的地圖 對 軍事地圖 你要看不看得懂啊 從哪裡打哪裡 對 每一個攻擊路線跟防衛路線 重大戰役的介紹 因為戰爭很重要 要知戰之時 要知戰之地 你如果沒有把地搞清楚 你就不要講你懂戰爭 所以說他說他40本書 他怎麼可能讀完嘛 他根本是一個草包 連到坐牢都要騙人 到吹牛自己很有學問 我非常確定 他絕對看不懂這本書 我本來想說 他一個月看40本書 我都對他重敬起來了 他就是故意要說謊騙人 講一些話來騙小草嘛 還要裝點自己的 台大醫學院教授 這個破爛身分嘛 是一個草包 我們看到今天下午 那個大場面 你現在可能有一點政治明感 都知道說 這個對民眾黨來講 那是傷心動骨 因為現在不是查柯文哲 現在整個民眾黨的政治先進 都要查下去 如果民眾黨的政治先進 就要查詢 就代表 現在已經警告你了 任何人 你只要跟民眾黨往來的話 你都會被尖命做記 這個狀況下的話 那民眾黨以後還要募款嗎 以後 你還想要這些 跟這些人有所來往 取得政治現金嗎 就是還有人 到現在 還七月半啊 不知道是嗎 沒錯 今天下午了 簡聯一個大動作 就約談了十一個政商民流 這十一個政商民流的說話 他們就是有捐錢給民眾黨 這裡面有媒體大亨 有博弈大亨 還有包括說基隆市的副市長等等人 這麼多人來說 結果沒想 陳志涵居然說什麼 好像有點幸災樂禍的感覺 保證跟你講 他們完全搞錯 把喪事當成喜事來辦 不是他們一直把喪事當喜事辦的 但我不懂事 我剛剛算一算 我到現在差不多為止 我跑了36年的記者 36年的記者 我也看過很多人 我從來沒有看過民眾黨 這群人有奔到這種程度的 他們完全搞錯這個邏輯跟方向 他們是跟大家的看法完全相反的 而且他們真的是完全錯誤 為什麼這樣講 保證今天因為談了這十一個人 這十一個人我跟大家講 這個大家已經跟金華城無關了 為什麼 因為金華城現在已經進入 最後的拼圖時間 我跟你講 現在金華城只差幾個人 第一個就是你審計今天的口供 還有你李文中 你到底要不要認罪 另外一個就是今天講到的橘子 他跑到國外去 這是什麼 他的錢 他的這個冷錢 把那些最重要的東西 錢袋子 好 所以你只要把他摳回來 或是這樣 這個金華城的案子就結束了 但是呢 保證現在是對什麼 對整個柯文哲還有民眾黨的 終極施壓 為什麼叫終極施壓 什麼叫終極施壓 對 因為第一個 這些人是什麼 是在總統大選的時間 他捐錢給這個柯文哲 捐給民眾黨的嘛 很多人捐的錢其實不多 但你看他們今天被約談 以後他會怎麼覺得 我就捐這個錢給柯文哲 就沒想到 我居然要不約談 這麼麻煩的這個狀況 所以未來很多人 會對這個跟民眾黨往來的時候 而且我今天被約談的時候 你還在笑我 你要真清楚我怎麼想 我被約談 結果你們成真還在笑我 那你知道 他們會覺得說 我明明是全錢給你們老闆 結果你還來反倒笑過我 所以我就說 這完全是邏輯錯誤 而且這些在查下去的時候 告訴你什麼 我在摸的是 除了金華城的金流之外 所有政治現金的金流 我把它查了一清二清 全部要查 要查的時候 現在開始要查 所以你政治現金裡面 有多少骯髒誤會的東西 現在才剛到開始 政治現金這個案子裡面 牽扯到是你民眾黨很多人 然後有傳言你民眾黨的 不是只有柯文哲 上下其手 上下其手這麼多喔 然後往木可裡面去的時候 往你們政治現金裡面去的時候 你們內部的這個 紀選總部的時候 欸保姊 裡面很多人可能都會 一一個中獎 結果你居然還在那邊說 有點幸災樂禍的感覺 你完全不知道 你已經真的大獲零頭了 因為剛剛講的 今天有一個人是你們嘉義市的文人 就是陳銀柱 剛剛講的 你如果是在台灣政壇熟悉這個人的話 他是語錄金正的 但是他是大老闆 他的事業其實也不在台灣 是 你說你今天很多人來的時候 他基本上 你大概有求必應 對 照樣講他不是給一個政黨 他說每個政黨都給 那如果這種人你今天都越談 代表什麼 你今天任何人 你今天即使跟民眾黨 沒有任何對價關係 你捐錢了給了民眾黨 你都會有麻煩 那如果我現在有這個麻煩 以後 誰還要跟民眾黨打交道呢 對 實際上今天被約談的幾個 這個大亨來說 他們捐的錢都不算大 以他們的身家規模來說 一百多萬那算得了什麼 但是你看 現在都這樣子 都要被約談 所以表示什麼 檢調是真的要開始去摸 你民眾黨的底細 摸你民眾黨所有的金流 跟你所有往來的任何人 我要把你摸得一清二楚 每筆錢都要查 每筆都要摸得一清二楚 那這個其實對民眾黨來說 你們禁得起這樣子去摸你們的底細嗎 結果你們還在那邊嘲笑 所以才說 你們真的完全搞錯了一個方向 好的 另外一個關鍵點就是 今天又喘吹 之前吳董哥在講 為什麼沒有查屈子 對 屈子才是他真正的天生秘書 沒錯 而且屈子一直都是跟著 這個柯文哲跟進跟出 他對柯文哲來講一定是最了解 對 那吳董在我們節目講 屈子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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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了半天 對 他在應小微被抓的前一天 對 跟應小微一樣 是 坐飛機已經跑到日本 而且現在查說說 後面有很多跟錢有關的重要資訊 對 就在他的身上 而且廟的廟在哪裡呢 廟是廟在 剛好柯文哲的兒子也在日本 對 沒錯 我們看之前李文中 還有包括說朱雅虎 他們對這個擠壓裁定書裡面 都有講到一點 就是說被告的這個 這個免脫罪責 有可能利用共犯 還有牽扯本案的相關利害人員 或是這個共犯 或是這個影響這個所謂共犯 或是證人 但裡面說什麼 有潛在的共犯或是證人 還沒有到案 兩個人的裁定書都是這樣 那你想說哪一個人會跟他們完全連在一起 如果今天傳出來是橘子的話 那一點都不意外 為什麼 因為橘子本身 他就是比李文中更加重要的 幕後的大帳房 李文中管的是什麼 整個帳幕的流程或是怎樣 但是橘子現在管的是什麼 他真正的錢是真的在他手上的耶 內障在手上 內障在手上 內障在手上不是只有他做之外的 還有錢真的在他身上 寶傑不是現在傳言說 他8月27號要跑掉的時候 柯文哲來跟他說 把錢好好的管好啊 欸寶傑請問他錢好好管好 他是說 怪誰的錢 當然不是嘛 是我的錢你要好好管好 你要跑到日本去好好管好 所以告訴你什麼 許子瑜他現在真的 手上有的是柯文哲真正的錢 或許很多類似的金要 賬物什麼什麼 全部都在身上 所以現在呢 他又剛好在這個時候 跑到日本去 柯富瑤現在就在日本啊 那兩個人在那個地方 欸我的錢你好好管好之後 到哪裡哪裡去 會不會去找這個柯富瑤 另外就是說 因為他在8月27號的時候 跑掉了 那8月27號的時候 欸聽說啦 8月27號的時候 應曉薇也要跑 對他本來要從台中跑掉 他們兩個頭一天啊 所以告訴你什麼 欸他們幕後已經知道 有這個訊息 人家知道說 8月27號的時候 大家就要開始 要出事了 要出事 他們趕快先跑 那你要先跑的時候 寶傑你知道 通常要叫你跑一定是最重要嗎 這個這個應曉薇 應曉薇可能是這個 這個沈靜靜說你跑吧 另外一個柯文哲 他就只有點名 許子瑜你走吧 所以顯見 許子瑜 或是許子瑜說 對柯文哲到底有多麼重要 對 你就知道說事實上 現在整個人都已經非常清楚 一個是朱雅虎 另外一個是沈靜靜 另外一個是李文忠 一個是沈靜靜 另外一個是許子瑜 只有43個人都到案 都說明了之後 這個進化城案子 就已經破了 所以現在呢 要摸的是下個案子 也就是說今天約談的 這11個人 其實是敲響了 要開始查 所謂的這個民眾黨的金流 民眾黨其實真的是大難臨頭了 最當然令人見到是 一下動了11個人 這11個人都是大老闆 今天剛剛講的 很多都是什麼 商業大老闆 語錄軍傳 你只好敢要我 基本上都可以拿著書 給得輸的 結果今天做這個當作 你說今天北檢是故意的 對 北檢要向這個社會 丟一個訊息是 任何你要跟柯文哲 有任何金錢往來 你就要付出代價的 今天來講的話 大家講說奇怪 不是已經查金流 查到一半了嗎 怎麼要來弄這些人呢 其實這現在 已經不是金華城的問題了 現在就是當初 金華城在查的時候 一部分的金流 撞到了他們的墓殼的賬戶 撞到了他們民眾黨的 一個政治現金裡面來講 你看看今天來講 這些政商名人 其中我們最驚訝的 就是陳銀柱 銀柱啊 要教他的銀柱啊 你把他請來台北 你說陳銀柱跟柯文哲 有什麼關係嗎 有對價關係嗎 什麼叫 沒有關係的 你只要到了嘉義 你只要找到 你只要入了銀柱的法眼 沒關係 多多少少 他都會給你的 為什麼呢 因為呢 他就是不想要麻煩 他不想要說 有一天我拒絕你之後 你要是真的選上 或者是你的地方的一些立委 或者是你不分區的立法委員 來找我的麻煩 所以他可以說是土地公 你有找到囉 有求必應 你找到廟 你只要拿一箱出來 我一直給你歐恩 所以我心屬屬性的啦 沒錯 心屬屬性 你想想看 你今天來說的話 我陳銀柱 捐了一筆錢給你 結果你害我 要到台北來 拋頭露面 欸 他的案子 在嘉義有案子 嘉義的案子 要去動他之前 先去幫他報告的 你今天台北地檢署 通知書給他割下 然後呢 跑來台北 然後呢 記者這樣子拍 銀柱他受得了嗎 受不了嗎 他一定受不了 你這個事情來講的話 發生的這個事情 如果是民眾黨正常的 趕快 去跟人家跪了 歐歐歐 老闆的事情 不然你怎麼好 搞不好要查到你們的帳 那個是很減少的事情 人家給你不是為了要什麼 人家只是 你不要麻煩 你當初 是怎麼樣找到這個人 去跟銀柱講的 你怎麼拜託的 你是怎麼拜託的 我跟你講 不會有人想說 哎呀柯文哲 我今天趕快 你今天 當初你是怎麼跟人家 拜託的 人家給你這個面子 弄進去之後呢 你害到人家 現在到台北地檢署來 那這個東西來講 真的是很尷尬的 然後呢第二個層面來講的話 為什麼今天 北檢要把無差別的一個掃射 為什麼 這些人全部都是有頭有臉的 你這樣子掃射完之後 大家以後 可以跟柯文哲當朋友嗎 不能了嗎 當然不能當朋友 不能當朋友了 我跟你說 我跟你當朋友 是為了省事省麻煩 你今天 就更麻煩 你今天我跟你當了朋友 更麻煩 更何況以後 你們旁邊的人 在旁邊 哇化修在那邊 站什麼 你是在做什麼 還在幸災樂禍 你還不趕快來跟我道歉 來跟我歸回 你現在來競爭樂禍 北檢做這件事情 就是讓柯文哲 讓民眾黨 他們社會性死亡 以後 民眾黨一出去 不管你是誰 柯文哲暫時是不會出去 不管你身邊 誰出去 沒有人敢碰米 為什麼呢 我會不會惹麻煩 他變溫神了 他變溫神了 我今天來講的話 我捐錢給你 是為了一個保護費 我就是為了省麻煩 我現在捐錢給你 變成我惹禍上身 你還在旁邊笑 你是在做什麼 你當初來講 你透過多少關係 找到這些人 你這些關係 你用一次就壞掉了 以後 民眾黨 不會再有這些奧元 不會再有這些捐獻 甚至民眾黨 以後所有的人 打電話 不會有人接的 我今天接你的電話 我會不會跟他們一樣 捐錢給你 結果金流往回撞 我今天接了你的電話 會不會我的電話 也被上線 所以現在來講 北檢的無差別掃 掃射下去之後 這些人 從此以後 以後跟這個民眾黨 割袍斷議 恩盡義決 以後再也不會往來了 好 我不懂 你這兩天 仔細的去看民眾黨 所有的政治現金 你把那個所有的理路 摸了一清二楚了以後 你發現一件事情 你更確定是 阿伯就是利用這一場的選舉 要來洗錢 否則你不可能說 在三個候選人 同時起跑的時候 阿伯的政治捐款 一飛送天 也就是今天 本來很多的錢 就已經在那邊stand by了 結果剛剛講的 這些錢都是我拼了性命 今天我拼著老益之災 搞到的錢 所以現在 剛剛講的 北檢現在就開始 剛剛講的 金華城搞了半天 只是小菜 政治現金 才是大菜上場 首先我們看 這520開始 十天左右 阿伯的收到的捐款 就是帳號一開放 對 把電視劍一開始準於起跑 他收多少錢 多少錢 說1億多 另外兩個人 另外兩個候選人 沒收到錢 另外就是侯友宇也沒有 然後這個 這個 賴賞也沒有 你說就是這一張表格 對 也就是5月20號一起跑 這個一飛送天的 竟然就是柯文哲 剛剛講 今天剛剛講 侯友宇還在地上趴著跑 其實柯文本 賴清德也很慢 結果你就等於說 你一下子 才兩天的時間 你就破了1億 破了1億2千萬 你就直接飛上去 代表 這1億 這1億2千萬 早就在外面 stand by好了 是的 所以你現在看 這個合不合理 不合理 那我們現在完全 我現在得到一個 什麼樣的心得跟結論 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其實 他整個總結算下來 他報給千財院的賬 是4億多 所以他在投開始的時候 這個1億多怎麼來的 這1億多是他自己手邊 拿到現金 他自己的錢放進來 他利用選舉的過程 在洗錢 他把原來張錢 經由選舉的賬號 對 轉成乾淨的錢 所以你才會出現一個 非常不可思議的狀況 你今天賴清德還這邊 壓著跑 你今天的侯友宜還這邊 壓著跑 結果人家還在這邊 起伏的時候 你已經一飛沖天了 對好一飛沖天 我問你嘛 他光是這個收到政治獻金 沒有用嘛 他後面還有其他的 後面的機制準備好了嘛 對 他後面有協會嘛 有基金會嘛 對 有募可公司嘛 對 通通都有啊 準備洗乾淨的 所以他就這個進來之後 他的第二道流程 開始作業了嘛 就有的到募可去了嘛 有的到這個 你看他有的到什麼基金會嘛 縱況基金會 新故鄉基金會 目前我們看到媒體公布的 這個柯文哲跟李文娟的 對話的這個部分 你看他下面那句話 某知名食品廠的負責人 50萬到新故鄉的帳戶 還有一些是從募可公司出發 這個支出 還有一些是從選舉剩餘款支出 我再跟你討論 你看看有沒有 所以李文娟是管整個進總的總帳 也管他這些所有的帳 對 基金會都他管的 整個都是他一個人管嘛 所以李文娟目前是 大概150萬交保 對 所以你看有沒有 李文娟是負責做假帳 他就把這些錢 如何喬費到該去的地方嘛 那這整個動作是在做什麼事情 洗錢 就在洗錢嘛 然後第一個大的支出的動作 就是支出到去買房子 4300萬 所以這4300萬的內部裡面 可能有混在一起的錢 對 那混在一起的錢裡面 就會出現到有一些 他自己的政治獻金洗錢的動作 在裡面嘛 他把乾淨的錢跟髒錢 貨在一起 已經變乾淨了 已經全部變乾淨了 所以你看到他的這個東西 那他最後在結尾的時候也是一樣嘛 你看到最後那個 到最後報監察院的時候 對 他開始爆跳如雷 你看到沒有 你看到監察院他怎麼講的 他說國民黨花不到兩億 民進黨花五億 你們相信嗎 這是一群騙子 怎麼可能 他火大了 你這為什麼火大嗎 為什麼 他被抓包嘛 你說他是這個臉 偷偷看 柯文哲這個臉 是更小燈熄不去 為什麼更小燈熄不去 因為他想說你們都會搞很多嘛 所以我寫個四億進來的話 我中間插個 我不知道多少錢 這四億裡面可能兩億到三億 對 很大的比數 他哪有那個募款能力嘛 他已經說 你今天民進黨好歹也十億起跳 你國民黨好歹也十億起跳 你這十億起跳 我在這裡加加減減 對比 我洗個兩三億 你們根本看不出來 他哪知道 他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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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利民賬號也第一名 現金也是第一名 他怎麼都是第一名 他洗過頭了 他洗過頭了嘛 所以我剛剛講的 現在的檢調動作 我一看就懂了嘛 先開始 就用那個篩子在抬嘛 用抬把抬好清洗嘛 把那些好的先把它過濾掉 後面剩下的錢 你通通要給我交代來源 要交代 每一筆都要交代來源 那誰介紹的 譬如說今天很簡單 所以每筆錢 我舉個例子這樣講 我的消息來源 求證民調 花了1400萬做民調對不對 但是是不是真的開了100 他一定開1400萬發票 不然呢 開1400萬發票 他有沒有領到1400萬 不然呢 他怎麼搞 我告訴你好不好 開1400萬發票進來了 我馬上 我可能付給你400萬 然後1000萬去哪裡了 所以他一定有一筆 發票進來 然後一個現金出去嘛 對 結果他們1000萬就把它 帶回家了嘛 帶去哪裡不知道 對 可能到不可能知道到哪裡 因為那是實實在在的 1400萬發票 對 所以變成什麼 叫做買賣發票嘛 所以就變成買賣發票了 買賣發票 一人1000萬就帶走了 對不對 所以這中間 從選舉開頭 就開始這樣子搞 一直 每筆發票來 就開始就領錢 有些不用發票 又領據嘛 對 九十幾萬的便當錢嘛 對 結果其實只有五萬的便當 結果九十萬的現金 他帶回家 這搞搞搞 搞到最後變得怎麼樣 你知道吧 結餘6000萬 然後現金少2700萬 因為現金搬得太快了 你知道嗎 現金搬太快了 賬跟現金都不攏 現金已經搬回家了 你照一講 你按照現在 你報出來的賬 你已經撈了一大筆撈 結果你又撈太快了 還是多撈了2000多萬 這個兩個速度都不攏 搬現金的速度 大於他這個開發票的速度 因為發票回來 所以大家拼命往前衝 要跑選舉 可不可以是拼命要撈錢 撈到家 他把現金搬回家 結果後來發票不夠嘛 所以才去找戴麗麟 他去搞916萬的假的賬嘛 對 就報稅捐出 後來乾脆不開發票了 直接做假賬 所以整件事情 我們現在搞懂了 他整個全場的選舉 都在把他跟這些前面的張錢 洗乾淨 洗乾淨 然後報回家 然後報回家 現在開始 另外 所以北檢 有一個專案的檢察官 在查他這個所謂的選舉經費的問題 那裡面一定有很多莫名 就是利民帳號 那利民帳號就會跟這個 這個金華城一樣 那麼多利民的捐款對不對 那背後的人是誰 背後的人全部是柯文哲的人頭 那這樣子柯文哲就中了 那我就懂了 為什麼他會一毛不拔 為什麼他今天連這個所謂的面子的錢 都要你自己立委候選出 都是他的錢 那錢是我的錢 那不是木來的錢 那是我A來的錢 我OC來的錢 我拼命搞了 結果我讓你 我拼坐牢的錢 然後立委給我分掉了 開始玩笑 我懂了 所以他活動都特別小 看到沒有他帳都特別大 小活動大帳 然後一毛不拔 所以立法委員 立法委員怎麼可以分我的錢 立法委員每一筆要跟他 要什麼買外套 花錢來買 立法委員捐款 全台灣歷史上的第一個政黨 幾元 零元 零元 一毛都沒有 一毛都不給立委 為什麼 就是通通是他的會館籍 他的血汗錢 好 所以你幫人輔選過 你也幫人當過這個競選總幹事 你自己更不用講 你也選過很多次 這個真的不合理吧 不合理 今天武統沒有把我點開 我完全不了解 照樣講 我們今天任何來講 你要選舉起跑 選舉起跑以後我開了一個選舉帳戶 開了一個選舉帳戶 你的錢就開始信來吧 照樣講他應該是一個取決 慢慢慢慢慢慢的錢進來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 侯友因為開始拿不開好他 而且是覺得你國民黨 國民黨你自己有錢 你還跟我一樣 沒有啦 沒的 侯友一個沒什麼錢 賴清德其實一開始也不好 我也慢慢爬爬爬爬爬 柯文哲一飛通天 而且是 一開門 錢就灌進來了 所以蘇菲 就代表這個錢是真的 早就已經準備好了 他真的把選舉當洗錢中心 我覺得今天這個表出來啊 真的是 當大家震驚 因為柯文哲的人設是什麼 他應該是三個政治人物裡面 最沒有財團支持的 最窮的 對 大家都募了很多錢 民進黨 國民黨都募了很多錢 只有民眾黨是第三小黨 所以都募不到錢 結果這個圖一出來 不是耶 柯文哲是 你小無錢 賴清德加侯友宜 都比不上柯文哲耶 侯友宜跟賴清德兩個人 加起來一開始五月的捐款 是遠遠不及柯文哲耶 但是一開始以為說 他得到明星嘛 他得到小草的支持嘛 所以小草跟明星 願意省得內斗來支持他 可是把這個帳打開了以後 臭不可聞 來了一堆匿名的 來一堆99999的 來一堆不知道從哪跑來的 再從這個帳上才知道說 他根本就是拿來洗錢的 沒錯 這個表給大家的一個指示是什麼 這個錢不是來自小草的 這個錢是來自財團的 怎麼可能五月一開始 就來到一億多耶 小草哪有那麼有錢 小草就是因為討厭民進黨 討厭國民黨 認為你們這些都跟政商關係 所以我捐一百 捐兩百給阿貝的人耶 怎麼可能一開始 這樣一開 大家可以捐政治先進的時候 全部的人都出來 怎麼可能 你根本那時候都還沒有動力啊 對 所以那時候的錢是哪來的 就是柯文哲的財團啊 以現在的新聞看來 確實是這樣嗎 而這個為什麼財團在第一時間 一百七開跑 只捐給柯文哲 看來這都是這些關係啊 對 很多都是在柯文哲的時候 在台北市 擔任市長的時候 我們的廠商 我跟我們有相關的關係的人 可能是承擔相關業務的人 那是不是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他們在一百七的時候 才要把錢全部拿出來捐 我覺得這必須要講清楚說明白 而且柯文哲之前說 他不成立基金會的時候 他怎麼講 他說啊政治人物喔 成立基金會啊 很多服務案就會跟著來啊 所以是不是因為他成立了基金會 很多的服務案他都服務到了 所以當他選總統 一開跑的時候 錢就全部都到位了嘛 所以他才會跑得比侯友宜快 跑得比這個賴心得快嘛 而且這個人呢 就是一個自私的人嘛 他真的覺得我選舉 我就是要把這些 該給我的服務費 我全部都要收到 所以我一開始就叫他們 因為等了很久 政治現金專戶才可以開嘛 一開之後 當然全部錢就要進來啦 所以我真的覺得 這讓人家很訝異這個圖表 瑞德你長期跑檢調 真的以前北檢沒有做過這種 所謂的無差別攻擊 而且 整個一開始全部殺無射 而且你說這個動作 今天這樣做下去 真的像宇峰說的 沒有人敢跟民眾黨再打交道了嗎 沒有錯 我問你嘛 今天誰還敢捐錢給你民眾黨嗎 不敢的嗎 除了這個小草一個人 就兩百塊那種小草豬啊 那其他的人 誰敢捐錢給你 財團捐錢給你嗎 然後呢建設公司敢捐錢給你嗎 然後包括這些包括媒體啦 包括出身 連我們嫁義文人 誰敢捐錢給你啊 我為什麼對這個等於說 為什麼 因為這些均錢給你的人 現在人家都會懷疑 到底是為了什麼啊 有沒有對價的關係啊 你不能怪他們 不能怪檢調啊 因為裡面出了太多太多的貓力了嘛 單單一個金華城七個人 裡面五個人承認自己是人頭啊 兩百一十萬一個人 捐三十萬錢不是我的 那如果這一個 我跟你講啊 那個所謂的老鼠不會只有一隻嘛 所以呢 人家這些錢都會去查個水落石櫥 查個清清楚楚嘛 今天我身為嘉義人 我跟你說 今天嘉義文人陳銀柱被約堂 我最心疼 為什麼會心疼 因為 因為是誰來跟他 誰來跟他這個要開口的 到底是誰來跟他開口的 三百萬 你知道嗎 那個台坡大樓 那個民眾黨他們要捐 他們要這個等於裝潢的錢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那麼民眾黨那幾個 喜歡唱裝潢的幹部 都罵人家 說這個科幻小說的這個等於說 鏡座刊所報的內容 人家今天下午的時候補報一篇 補報一篇什麼 這陳銀柱的 就陳銀柱 他今天不是已經 說那個裝潢是陳銀柱給的 一大早就 一大早就舉止就四篇了對不對 下午三四點的時候 再來一篇就有關於陳銀柱的 為什麼 陳銀柱為什麼被 為什麼被約談 大家覺得奇怪對不對 答案揭曉 如果這個科幻小說寫的劇情 不是假的的話 陳銀柱捐了三百萬啊 陳銀柱這三百萬是交代員工 把現金拿出來給誰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那麼根據中華人報導 是人在日本的這個都要橘子嘛 給橘子 幹嘛用 要裝潢 民眾黨要裝潢 在台坡大樓要裝潢啊 結果你們裝潢的全是更加重要的 對 不對不對 為什麼 為什麼不對 你們台灣民眾黨不是已經拿到了這個一年 那麼政黨補助款一億五千萬了嗎 對啊 然後呢那個選舉 那個總統選舉補助款一票三十萬 三十塊 柯文哲雖然拿走了捲走了七千三百八十萬對不對 但你還有三千多萬 對 你全部加起來一億八千多萬 你有一億八千多萬的這個民眾黨 更何況是那些小草捷餘還有六千多萬 而且你有八個部分去立委 每個八個部分去立委 每個月還領錢呢 寶傑你有沒有聽到 他們的這個包括小草的這個政治現金的 相關的捷餘款算還有六千多萬 對 你怎麼叫我們嘉義文人又捐了三百萬出來 你還去要錢 還去幫你們去這個等於說去裝潢 你莫名其妙 你們台灣民眾黨怎麼回事啊 你知道嗎 還有台灣民眾黨的幹部 在自己的臉書上 假人家今天被人家傳的人 怎麼會有這種政黨 我不懂為什麼會有這種政黨 你知道嗎 我跟你講嘉義文人陳寅柱 他沒有違法 他捐給你三百萬 就是因為這支現金法明明規定 盈利事業一年最多捐三百萬嘛 那他自己本身有盈利事業 叫員工領現金給你 我只是不懂啊 不懂為什麼你們有那麼有錢 你有一億八千萬一年 你今年有一億八千萬 你還要你家還要繼續捐三百萬 還給他要錢 對不對 所以事實上從這些事情裡面看來就好 而且你怎麼接線的 你找誰去接線的 你這三百萬怎麼弄到的 不要忘記柯文哲被選這個總統 他到哪裡去 他到中南部去 海山的老大 台中的博弈的電風賭博 電玩大風對不對 那些動不動身價幾十億幾百幣 他全部去捐過啦 都有照片都有什麼嘛 但是包括陳寅柱 我相信他也去拜訪過了嘛 可問題來了 別人拜訪那兩個 尤其那個咆哮哥 噼哩啪啦 就把那些人 到現在還沒有講清楚 咆哮哥對人家 這個民進黨的政治人物啦 還是高階警官進出八八會館 你都有意見 你罵得像什麼一樣 你們的柯文哲主席 進去兩次八八會館 我怎麼沒有聽你出來 口注比伐一下 你的臉書為什麼不寫一下呢 一樣的事情永遠雙標嘛 所以今天這個事情 不是我現在最佩服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我覺得廢死是一個 雖然我討厭廢死 我主張你知道 你知道殺人者 這個殺人者死 我就覺得這個很簡單 他可以從主張廢死 到反對廢死 我告訴各位 我告訴各位 這個人 這個人我認識他十年了 黃國昌他是反紅媒 黃國昌 那麼他是反中天 我告訴各位 最後會不會為了在立法院合作 有一天 中天要復活了 不要我如果有那個裡面 親屬裡面有黃國昌 我也不會太過驚訝 台灣本來是台灣 這是希望的一個所在 他是台大的醫生 他過去的這個習相極威了 大家希望說 他這個非典型的政治人物 可以給台灣的社會 給台灣的政治 來一些清新的改變 可是沒有想到 你現在看到了金華城 你現在看到了北市哥 你現在看到他的舞台 真的是臭不可聞 沒有想到 進到政治這個大染缸裡面 他完全堅持不住 他完全滲透在那邊 比別人更黑 比別人更髒 而且他拿錢的手段 比別人更粗魯 更粗暴更不堪 現在你看到了 他喜歡到八八會館 這是大家不可思議的事情 你是台大的醫生 你過去專門負責的 就是救人們生命的最後一切 可是你居然沉迷在 這樣的一個地方 沉迷在這個地方 大家其實問說 那你進到這個地方 你還有我們決定的地方 還有這個八八會館的這個負責人 是一個洗錢的高手 而在這個中間 你到底是透過他的洗錢 還是說你學習到了洗錢的手法 當你學習到這些洗錢的手法之後 你之後才敢這樣子 膽大妄為呢 他在這段影片 有兩位來賓加入討論 第一位是資深媒體人 王惠德瑞您好 大家好 待會兒資深媒體人 楊惠珍也會加入討論 好好說 我們都沒有想到 阿北真的變了 過去我們想像 他可以改變台灣的政治 沒有想到 進到這個染缸 他被污染成這個樣子 剛剛講的 現在清華城 不是我們講的 台北地方法院已經確定 那個清華城的土地 很多部分 20%根本就是不法所得 既然不法所得 那就是犯罪 犯罪你要有證據 而這個證據開始看起來 已經可以說服地方法院 這麼大的地 這麼大 這麼可怕的土地 甚至中間有什麼 行為的狀況 你現在想說 柯文哲怎麼敢做這些事 結果現在傳出來說 他的人生態度改變了 他以前是生死之間 他以前的生死是黑色跟白色 黑一白之間 可是他現在發現 他世界還有彩色的這一面 而且這個八八會館 事實上是柯文哲會說什麼 I like it 我改 對林文說 後來我要常常來 這樣一個狀況 你就知道事實上 他的個性已經轉變了 在整個在台北市長的 第二任期的時候 因為接觸太多 往來吳白丁 大家都這樣子 噢 招待他 我跟他講 事實上不是只有去過八八會館 就我們所知 他是跟沈晶晶 也去了大安附近的這個招待所 另外也去了新店的招待所 另外就我所知 他也常常跟台北的建商 很多很多政治 很多這種所謂商業界 他也去了非常多的招待所 你說招待所的基本規格 就是這樣的 裡面富麗堂皇 裡面紙醉精明 裡面充滿粉味 你每天這樣去的時候 你個性會不會變 我也會變 對 你慢慢慢慢 我都想去了 你慢慢慢慢就會迷失在這個 燈紅酒綠 還有這些這個誘惑之中 好 那麼簡單來講 這個很多配備都有 包括說車子接送你來 那絕對沒有問題 在那天晚上一定 因為這裡面來說 很多談事都是男生 男生的過程裡面來說 有時候就會有女生來這個地方 就他們通常都會叫一些 陪小姐的 所以你說這些 高矮胖肉的漂亮女孩子 都是去八八會館的 對 沒錯 那除了這個之外 當天吃的也都非常好 他們八八會館 還曾經請過米其林移工的主廚 來這邊外匯 你要吃什麼寶傑 移工 台灣唯一的米其林三星 你要叫什麼餐廳來說 他們都叫得到 你要誰 你只要當先點菜 譬如說今天我們招待劉寶傑 你今天想吃什麼 你想吃什麼 好 我們幫你點 馬上就有 你要點什麼 你要什麼 都可以幫你找到你要的東西 所以這裡有最好吃的菜 有最好的酒 有最漂亮的女生 對 那你知道 他們有些後面服務的人 就是說每天晚上都整理出 非常大量的垃圾 吃的 用的 還有很多 我們不能夠講的東西 一大堆東西在這個地方 那事情就是這樣 每天拍到 他們這個八萬會館 我們以八萬會館為厲害 他們每個禮拜 大概有三場招待會 每個禮拜三場 然後三場來說 只要車子開進來 你就說今天又有這個派對要開 然後很多女生就會來 然後裡面的廠 大概這樣 如果你吃飯吃到一半 你吃移工覺得不開心 旁邊還有這個遊樂器讓你玩 你要射飛鏢 拉壩什麼都有 那另外一個 他連吃餃子老虎都有 對另外他們有個這個 中島的這個台 中島裡面有各式各樣的酒 甚至你要喝什麼酒來說 這邊都可以提供給你 所以你要酒啦 要玩具都有 什麼都有 當然KTV一定是有 他們中間還有隔成非常多的 這個小的沙發區 你可以在那邊談事情 都沒有問題 最誇張的是什麼 包姐他裡面 他們的中間來說 包括像喝酒的地方 吃飯的地方之外 旁邊有四間小房間 四間小房間來說的話 就是可以供你要去談心等 或是說你要去做一些 相關的其他的事情的時候 開了房間就進去 那不跟八樓一樣 包姐非常非常類似 八樓不就這個樣子 包姐他們是裡面談事情的 這樣一個狀況 這裡面有非常多的這些房間 所以到這個地方你看 要屁事談心都沒有問題 所以等於是說 你去這個地方 當然你會迷失在這裡面 因為這裡面實在太多 可以玩樂的地方 所以一樓有私人餐廳的專屬廚房 對 二樓剛剛講的有些大的圓座 有那些沙發 是 三樓還有這個所謂的遊樂區 甚至剛剛講的 你這裡幹嘛 你要吧檯有吧檯有 KTV有KTV 你要撞球桌有撞球桌 你還有飛鏢機 你連拉壩機吃餃子老虎都有 對沒錯他們還有DJ 如果你真的要在那邊跳舞來 我們可以DJ給你這樣一個狀況 所以事實上 裡面玩樂應有盡有的 阿伯真的喜歡 而且事實上 大家可能都會喜歡 你多去幾次來說 你可能都會覺得這個地方蠻不錯 不論是說你真的 如同柯文哲說 他去那邊吃飯 吃了兩分鐘 坐在那個地方吃飯 我相信也是不一樣的這個感受 好啦除了這個之外來說 現在大家不就踢爆 他至少去了88會館兩次 對 當時人家就問他嘛 這個2021年的 2022年的11月7號就問他說 你是不是有去過兩次啊 結果他說 沒有沒有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就去那邊吃飯 五分鐘就吃完了啦 然後他上光上光上光 可是問題是 你為什麼會去88會館 對 因為去了兩次的時間點 裡面來說 跟你這個行會 跟省經經行會你的這個狀況來說 兩個是兜了起來 因為剛好就在便當會議的前後 他不但是在便當會的前後 我不知道 今天不管是林炳文 或者是郭哲敏 他們最厲害的地方是什麼 他們最厲害的地方是洗錢 當然有人講說 柯文哲的個性 不可能透過郭哲敏來洗錢 也不可能透過林炳文去洗錢 那你有沒有學到什麼東西 而且最近剛剛不是講嗎 現在郭哲敏剛剛講 你去行會警察的 不是現在開始沒事了 可是沒事不對喔 他現在原來 郭哲敏他被扣了兩億多的加密貨幣 欸 郭哲敏是懂這個加密貨幣的 他不是洗錢喔 對 他有兩億多的加密貨幣現在被扣了 兩億多的加密貨幣我們才知道 原來我們現在的調查局 我們的洗錢中心 是 他是有能力去扣加密貨幣的 沒錯 因為88會館大家知道 就是說他裡面有洗錢 那洗錢來說當然 除了地下會對之外 還有一些就是加密貨幣的 這個相關的這個操作嘛 那就講到說 事實上沒有錯 我們政府目前為止來說 已經開始嚴防這個加密貨幣的 這個犯罪行為了 我們現在有一個什麼 保潔這樣 我們十月中法務部的建制 一個叫扣案虛擬資產的 這個監管系統平台 簡單來說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把所有的虛擬貨幣都扣住了 只要是我拿到任何的貨幣 譬如說你看 裡面有泰 這裡面一個扣 泰達幣 一共多少枚的狀況 他都把你寫得非常清楚 他這樣 你目前為止 我們是把所有的冷錢包 都過去了 你要扣管他 你除了這個 包括金鑰或是冷錢包的USB之外 你還要把相關的這個註記詞 都要記得非常清楚嘛 那未來不用 未來都把它變成是這樣子 我把它這樣虛擬 把它這個完全整理出來之後 變成一個可視化的這個管理 我可以知道說 我扣留了多少東西 扣留了多少東西 那為什麼要有這個平台呢 簡單來說 他講得非常清楚 等待確定判刑之後了 把陌入或是發凡被壞人 以及激利 剝奪這個被告的不法的這個所得 也就是簡單說啦 我只要扣住你的這個USB之外 我就有辦法把你 後來把你破解 破解之後 等到這個案情呢 告一段落之後 我會把這個錢呢 如果假設是柯文哲的話 我會把他沒入 就讓你沒有錢了 他的用詞是 徹底剝奪被告犯罪不法所得 簡單來說就是 你現在被扣住了之後呢 保留一下 插刺也難非 破解只是時間的問題 你或許不敢講你的相關的 這個註詞 註記詞 沒關係你都不用講沒關係 反正我們之後呢 有辦法給你破解 這個只要一段程序之後 就可以破解了 破解之後呢 我們現在就保管起來 保管起來的話 日後呢 我們就會對你進行個 查扣的這個動作 所以郭哲平不是說 你家裡的現金 現在已經沒有查扣 連你這個所謂的冷錢包裡面的 兩億多的USTD DT都也被查扣了 也就是說是讓郭哲平 已經被查扣了嘛 好 那今天不是傳出來說 這個所謂柯文哲也被查扣 好 那我們講 事實上現在檢察官 或是說像地檢署來說 下一步是什麼 查扣了這個金華城的這個土地 扣押了土地之外 接下來有什麼 可能4300萬的商辦 目前為止也鎖定啦 因為現在傳言說 4300萬已經約談了相關的 這個陳佩琪所說的那一對買方 那一對賣方已經約談了 約談了之後呢 假設他這也是不法所得 然後被扣押 另外包括說像民眾黨的政治先進 因為這210萬的裡面來說 至少已經有五個金華城的員工說 我們是上面給我們錢 所以這已經涉及到不法所得 所以民眾黨的政治現金轉戶 現在的4300萬這個商辦 這個商辦的錢 到底從哪來的 也可能是不法所得 是的 都有可能扣押 對 沒錯 也就是說目前為止來說 金流或是未來要扣押的東西非常多 所以我就告訴你 事實上這個案子已經進入了後段 逐漸要收網的這個狀態 所以不懂 以前我們這樓的柯文怎麼樣 他是在台大醫院的地下四樓 太平街在地下三樓 他居然在地下四樓 他說他一天工作時間 十二個小時以上 他都每天努力的在這個 所謂的重症防閉上面 結果他當了市長 我覺得我們可思議是 我們現在看到所有的資料 他喜歡去八八會館 那八八會館那個什麼場面 紙醉金迷九十肉館 這個 柯文哲這個我很驚訝 因為我 我曾經聽林彦雲跟我講過 說柯P去過他們的八八會館 然後大概去過兩次吧 一次是朋友帶他去的 有一次是他自己帶 他柯P帶著大大小小 一大堆去 有兩次 最少兩次 我應該這樣講 所以第一次是柯P被動被找去 第二次他就主動想去了 他主動去了 可是我沒有很注意這個事情 因為什麼 因為林董跟我在講這個事情的時候 就是說柯P也不來過 柯P也不來過 他說他對這個地方很 他對八八會館很稱讚 就這個地方 說這個地方很好 很好 很好吃 很好吃 都很棒 因為我沒有去過八八會館 對不對 這個地點 當然我別的這個私人會館 我當然去過很多了 可是我就我的理解說 柯P這個人 因為他剛開始當市長的時候 我曾經擔任過他的台北市 藥理基金會的這個董事三個 監察人三個月了 這中間跟很多醫界的人 跟柯P一起有吃過飯 然後吃完飯之後 會搞一個小的卡拉OK唱歌 大概有看過他這個樣子 那看他也很深色 也不是很習慣的感覺 因為他過去在台大當的是這個 急診科醫師 對 沒有人在請急診科醫師喝酒的 急診科 沒有固定病人嘛 急診科醫生不是來了 就轉到別的科系 或者轉了 就往太平間送了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土包子 就是劉姥姥進大官員 當他當了台北市長之後 然後你剛才講的就是 這個人生的這個彩色的片段 被他發現了 所以他也覺得人生是黑白的 他甚至還去懷疑人生的意義在哪裡 他說他都是生死之間 然後去追求生死兩相安 他現在發現生死之間還有生活 對 我覺得不是生活 有奢侈的生活 我覺得淑慧剛剛的定義比較對 就看到一個醫生 一個大學教授 從一個高 從一個非常高的這個 這個道德地位 對 到這個 這個變成一個墮落的天使 你知道吧 到墮落繁城 到跑到櫻溝去了你知道吧 這個是一個 讓人家非常意外的一件事情 而且他的學壞的速度 非常的快嘛 看他那個樣子 穿個高腰褲 吐不垃圾的嘛 對不對 就像你當台北市市長 我假設說我是女生的話 我也很難去喜歡他嘛 對 可是不是想到他那麼魅力無窮 你知道吧 後來我才發現說 原來他在第二屆的時候 他已經有很多的新的這種 生活型態了你知道吧 變了 包括唱歌 唱歌 因為他當時選擇 要去用唱歌那件事情 是他主動要求那個經濟公司 對 戴什麼鈴的 戴力鈴嘛 對 幫他來規劃他的 他主動想我想唱歌 幫我安排 對 我當時也在想他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嘛 所以這個怎麼可能 事實就是後面這幾年的 市長的這個彩色的 生活的過程當中 創造他一個 本身一個慾望嘛 對 那個慾望 唱歌發表會 他演唱會 他要辦演唱會 大家有很多的解讀方式 都錯了 我覺得淑慧今天解讀得比較正確 就是奢靡的生活 奢靡的生活是紙醉金迷 他交往了一大堆的建商 對 財團 銀行董事長 還有營造公司 都往來的人嘛 對 而且往來在他面前 就是日值萬金嘛 然後帶來的這些的接待的 一些的小姐們啊 或藍士們啊 一個一個都是美若天仙嘛 對 都是人間有物啊 他看到這種情況之下 他一定會 一定會難以置吧 而且後來的行為 就越來越乖張嘛 沒錯 他就開最乖的 應徵員工通通 找漂亮的嘛 對不對 這是荒謬的事情嘛 對 然後有些人就被趕出去了 對 然後就 就開始 他們跟他最想你的太太 就開始 就開始有衝突了嘛 對 對不對 所以他的生活其實跟 家庭生活不是那麼美滿嘛 那這個問題 他的公余之下生活是非常的彩色啦 這才是真正的科問者 所以他後面的這個行為 你這樣才可以理解為什麼 他這幾年跟這些廠商 幹了這些事情 對 所以說為什麼他在收錢的時候 一點都不會覺得有很違和感嘛 所以你看到很多的這個廠商 去匯給黨部的錢的時候 你看名單不斷不斷地透露出來嘛 後來我就發現 你記得他跟那個許文娟有一段對話有沒有 他有一段很重要的對話 有一個LINE我們公布過 對 他說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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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講說有一筆錢 對 現在處理好了沒有 他處理好了沒有這句話呢 他說大概要兩個月時間才能處理好 我就覺得奇怪 為什麼有一筆錢他許文娟要去處理 李文娟 李文娟要去處理 要花兩個月時間處理 後來我才搞懂了嘛 因為我看到王定宇的一個告發函嘛 他要把它匿名化 他把一筆整錢變成閃錢 對 變成99999嘛 就搞了一大堆的99999出來 999出來之後呢 就把那些錢都匿名化 結果就是剛剛這個俗會長他在洗錢嘛 他就在洗錢啊 他說什麼錢他都拿了嘛 他就在非常聰明的 這個是只有他能做得到 對 所以我當時我看這個他的總帳 所以我就發現為什麼他那個錢 要全部匯到木可 你知道是什麼關係嗎 要洗錢 因為那些錢並不是真正的政治現金 不是因為選舉 不是因為藍白河 不是因為他的行情看好 他政治現金都不是 我們都搞錯了 對價的現金 根本就是對價前面的收匯的匯款 他把那個匯款到後面 那個市益裡面 要洗白 有很多黑錢 很多髒錢 他其實一直在 他一直在一直在這邊洗錢嘛 所以他為什麼不給立法委員錢 對 那個錢都是他的 你們白去擠家換來的 我去坐牢換來的嘛 我怎麼給你這個 給你什麼 什麼這些各地立法委員去 對 他的立法委員的捐款是多少錢 零元 零元 零元對不對 因為他根本沒有在做真正的市益 所以那個市益的募款裡面 我高度的懷疑 大部分的錢 是他跟廠商收的髒錢 他在利用這個時間 你看 他大概百分之多少 30以上 對 全部是立民的捐款 立民的 所以為什麼要搞立民捐款 為什麼他需要李文春來處理 這些東西 所以他生活的糜爛 到收黑錢 然後變髒錢 髒錢來洗白 他全部一個人 幹十年的政治生涯裡面 他創造了很多台灣的先河 你看他搞了基金會嘛 對 他搞了協會嘛 對 他搞了這個 政黨了 搞了公司 他搞了很多公司 他搞了二十幾個帳號 在搞這些錢嘛 所以他大部分的後面選舉的時間 他不可能跟侯友宜合作嘛 他的目標就是要把他的錢洗白 他沒有想要當選 他已經想要退休了 已經想要撈一把 就拼一次 乎乎反顧 撈一次 乎乎反顧 撈一次回家 那現在來講的話 當然是乎乎反顧 再跟減年逗訪 好 所以玉峰 剛才講的 台北地方法院 台北地方法院 通過了 接受了台北地檢署的要求 我真的把你給查扣了 查扣那個書名 我們外行人我們看不懂 跟內行人講說 你看到這個就知道 快要解案了 對 這個已經到了尾聲了 對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裁定期的 本署的檢查完就是北檢 北檢檢察官征信科信被告 然後法條是什麼 貪污制罪條例 然後犯罪主體有誰 有科信 柯文哲 彭信 彭震生 審信 審慶金 然後共同違法圖利行為 而獲得獎勵融金20%不法利益 這是犯罪所得 英語沒收 確定 這個是已經說服了法院 這是不法利益 這是犯罪所得 對 剛才那就是圖利而已啊 對 圖利是這樣子喔 你要用圖利來講的話是不夠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在這裡面呢 其實你沒有看到的 這是一個有請求權基礎的一個裁定 你通常要做這種事情 我們先講的北檢跟一般人不一樣 我今天要去查購他這個20%的獎勵融金 你換算出來 如果沒有上層來決定 100 111億的話 你這數字不會那麼精準 以後未來起訴出上面的不法所得 就是111億 對 一定就是111億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你這請求權基礎已經出來了 在過去來講的話 你至少要起訴 在起訴的過程喔 你才可以丟出來這個東西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拿錢出來擔保啊 你北檢就是一句話 我北院就要接受 不是說我未來111億 你知道嗎 他扣的是誰的土地 是鼎月開發的土地 鼎月開發上面的母公司是 中石化 他是一個上市上位公司 你這個弄下去之後 你不是說哎呀 金華城是小省的 No 金華城是鼎月開發 金華城是誰的 是中石化的 中石化是誰的 上市上位公司是大家的 大家投資人的 你想想看 他的投資人 今天來講 開盤 砰 先給你個4%5% 往下跌 這個東西來講 對一般國民來說的話 如果我持有中石化的股票 我火不火大 我生不生氣 生氣 如果今天到最後 如果把院沒有辦法給有罪判決 這些小股民 跑去北檢給你圍起來 你這個東西你要還我 這個是要國賠的耶 你到時候北院不是鼻子摸一摸 那個北檢 你說那個會吃不了兜著走的 那個吃不了兜著走的 那個王俊麗不是說你升不了關 你現在這個關都有問題了 對 而且呢這個最可怕的是 這個裁定不是我北檢說要就要的 是北院你要核發 核定之後呢 這個裁定才會生效 然後呢才有辦法去地震機關 把它做一個扣押的一個預告登記 這個東西對他們來講的話 這是非常非常重的一個賭注 北院為什麼會準 因為北院已經看到完整的未來的訴訟了 他一定看到了我的請求權基礎 我的起訴內容 還有所有的證據 我一定要看完我才可能準 所以你說如果辦案沒有告一個段落 這個金華城的圖像沒有完整的話 我根本不可能去扣押金華城的土地 就算我想扣押訂閱也不會準 從這一點就知道說 至少金流有了 對價關係有了 這個前脈 每個人的角色也都清楚 這都是清楚明白的一個事情 為什麼一定要在這個時候把它準與扣押呢 這表示說我現在扣押下去的話 對我的案情發展 對我的偵辦是有進度的 如果沒有的話 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金華廣場現在只做到第二層樓 第二層樓機組結構往上的話 預計明年1月要上樓 所以如果我是北院我會告訴你說 你再去補強證據 我們1月來看看 我只要在上樓之前 準與扣押就可以了 為什麼在上樓之前 我就卡 這麼急 弄進去 因為你想北院也是要付風險的 對 北院為什麼要付這個風險 代表你今天給北院看的資料 是讓他願意冒這個風險的 是說我看完你給我的這些資料 未來起訴的方向 還有你的訴訟方向 有辦法讓我形成一個有力的判決 所以這些東西他才敢準啊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我北院有陪你玩幹嘛 我等你正式起訴之後 我再來扣押可不可以 那現在已經有什麼樣的資料 在北檢交給北院 讓北院看了這些資料之後 他有信心做這樣的判才定呢 我覺得至少錢一定是有 如果沒有錢沒有金流的話 法院不可能你知道嗎 這111億 我們講的直白一點 粗俗一點 這都是現金耶 這些現金 如果你沒有金流來對照的話 你空口白話 我就要扣押這111億 北院肯定做不來 好對的 該講的 你說這個禮拜有非常可能去 幹嘛 去約談陳佩奇 約談陳佩奇 就是整個拼圖裡面的 最後一塊了 除了陳佩奇之外 還有一個隱藏式的 還有 這個非常重要的人 你忘了把李文中收邀的裏面的 這個裁定書裡面呢 有說還有一位 潛在的被告 還有一位潛在的被告嘛 那這個潛在的被告 除非是陳佩奇嘛 否則一定還有另外一個人嘛 那陳佩奇現在是證人 不過為什麼 因為陳佩奇事實上呢 等到檢察官把所有的東西 都弄得差不多了以後呢 找陳佩奇過來 不要忘記他現在的身份是證人喔 證人不能說謊 證人一說謊的話 偽證這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啊 證人來了以後呢 問你一些東西 先讓你做筆錄畫押了以後 我隨時可以再停上 馬上把證人轉被告嘛 陳佩奇都講了 你都已經把這件事情搞得 我們家四分五裂了 我們這個家都快要崩潰了 你還不能放過我嗎 你要知道一件事啊 那麼上個禮拜 讓我們最驚訝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是台北地檢署的檢察官 直接行文 直接行文台北地方法院 把金華城價值111億的 松三段西松三段的土地 全部扣押 這個扣押跟民事假扣押不一樣 這個形式的扣押是犯罪所得的 真扣押 不是假扣押 而且是不法利益 你知道這個不法利益 要這個解除 只有兩個辦法 什麼辦法 第一 檢察官不起訴處分 那當然就沒有話講 檢察官就不扣押了嘛 第二個是 就是要全案宣判定宴耶 那我問你 那你金華城現在怎麼樣 今天晚上的時候呢 因為民進黨跟國民黨都不滿 你台北市長這個蔣萬安 為什麼不直接就停工啊 蔣萬安在今天晚上 有了最新的說法 什麼說法 他們不是說今天要行文到 這個台北地方法院去嗎 對 要不要停工嗎 這事實上 這是規避一個責任啦 講白了啦 他規避一個責任就是 意思是說 不是我直接要停工 人不是我台 國培到我無關 你不能事實行拍不著 事實行拍不著 事實行精華城 我已經小省拍不著 來找我找就對了 那訂閱不要來找我喔 另外一個是 蔣萬安今天就直接講了 因為呢 已經台北市政府 對精華城施語 不施語施工勘驗 所以呢 你等於是實質停工了 因為如果你在施工的話呢 我不承認啦 你懂嗎 我也不發那個所謂的 因為按照台北市的規矩是 你蓋一層樓 我就要來勘驗一次 如果我沒有來勘驗 或者勘驗不過的話 你就不能往上蓋 如果台北市政府已經確定 我不勘驗就代表 你現在蓋到幾樓就幾樓了 你想往上蓋 你是蓋不上去的 我告訴你喔 他這樣做什麼意思 他這樣做 我們不能說他是違建 違建是合法 然後再加蓋叫違建嘛 他變爛尾樓啦 你知道嗎 他現在在蓋的變爛尾樓啦 使用資材不會給你 你蓋這麼多沒有什麼用 而且事實上呢 他還在提醒這個等於說 代表給他的相關的銀行 要注意喔 我台北市政府已經不讓他施工了 施制停工了 你繼續 你如果不僅說贏根 不雨天收散的話 習搞變爛尾樓 你銀行血本無歸啊 這才是真正讓 掐住這個的威京小省啊 要錢要命自己選擇 很簡單嘛 現在已經不讓你選了 你自己要想辦法嘛 至於我補充一下 在場去過這個招待所最多的 應該是我吧 真的假的 招待所跟各種行業 我是為了公事去的 我是社會記者啊 除了林玉峰之外 我當主管當記者都必須要 我個人討厭那種地方 但我非去不可 所以包括特種行業跟招待所 爛痛了 特種行業跟招待所 我去過500多次 你們絕對不相信 你們以為招待所 都一定在那種很特殊的地方 對不對 我告訴各位 台灣台北市的很多招待所啊 除了88會館之外呢 各種各種的包括邦派也好 包括政商名流也好 東化南路 東風街 四圍路 養德大道 後面的德行東路 這些都有招待所 包括在健康路 外面都沒有 幾乎都沒有砍棒 你完全當然有高級的招待所 跟 這個等於說啊 這個 除了這個吃飯之外 比較特別特別的招待所 我問你大家一件事 那麼如果單純都是一個招待所 純吃飯都是談事情的 對不對 可問題是 如果一堆都是男人談事情的話 這個事情要怎麼談 談不下去 對 都是 說腿子 一堆腿子有沒有 腿子就是一堆男的嘛 一堆腿子 我問你誰來敬酒 誰來倒酒 誰來勸酒 誰來帶動氣氛 你知道嗎 所以有時候需要有那種啦啦隊 有專門的人在那邊帶動氣氛幹嘛的 有人要倒酒啊 難道是主人自己倒嗎 那我同樣的質疑嘛 你不要以為我中國也沒去過 我中國也要去過啦 中國去過的時候一樣的道理嘛 好 出貨 剛才講的 現在你也得到了一些的訊息 現在看起來 簡連得到的資料 比我們想像來的更多 而且剛才講的 現在連所謂的 這個所謂的冷錢包都出來了 所以現在是金流已經確定 金流確定 為什麼今天還要用精華針的土地扣押 給沈慶基壓力士 最後那個拼圖是他的自白 他的自白 才可以讓這個案子完美結束 讓人心服口服 我們剛剛說 簡連掌握的證據 第一個比我們想的更多 第二個他查的比我們更廣 應該不只金華城這個案子 也不只是560到840 這20%的容金 你說392就開始查了 或者是還有其他案子 就是他們民眾黨跟柯文哲 這幾年的政治獻金 或是相關人等的政治獻金 可能都有在被清查的行列裡面 看看除了109年3月那一段奇幻之旅 出完7個人說走 我們手拉著手一起去捐款 那種奇境以外還有沒有別的 所以簡連查的案子 不只一個案子 查的深度 查的廣度 都比我們想像要再更多 那我們剛剛前面講說 他扣了金華城 除了是逼威京表態以外 還有一個是真的很怕說 脫產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剛剛說了 如果拖到起訴以後 這些人就會被拒保就回去 回去以後大老闆還是大老闆 黨主席還是黨主席 該做的事還是可以做 該賣的賣 該拖的拖 到時候等到如果法院定驗下來 二審可能是十幾年後 請問一下我們要怎麼去追討這些容積率 然後地板賣都賣光了 甚至頂月公司還存在與否都不知道 所以這就像當時保齡茶室發生問題的時候 第一時間要去把負責人的財產 給他扣壓下來 因為是保全財產 所以現在頂月只剩下兩條路 第一個就是老闆認罪 認賠殺出捨小寶大 第二個就是頂月有沒有財力 同樣拿出一百多億出來 來擔保說你把我這個解封 我要正常的這個生意運作 可是你有沒有能力拿出一百多億呢 答案是沒有 因為頂月只是子公司 就是當時這個 沈慶晶拿了石頭搬自己的腳 他想要用子公司 左手把放右手這樣去玩 可是換了一個頂月財力不夠的 可是我想要跟大家講的就是 北檢做到這個地步 其實他有希望台北市政府要配合辦案 所以北檢來給我們這個裁定書說 法官已經順序我裁定了 希望我們的地震機關 馬上配合去登記 不是登記 我們地震事務所要趕快把那個 土地所有權狀註記登記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他也知道台北市政府沒有法源去停工 因為停工只有第一個出現公安問題 第二個建造是違法 但是現在因為還沒有起訴 所以北檢非常大心的 隨著他的文還提供了 把內政部的一些函事給我們參考 這些函事就是教導我們說 你可以暫停施工勘驗 所以這不是講話很厲害 給你想起來 我告訴你是隨著北檢來著 北檢都想好了 對 北檢來著文以後 禁止施工勘驗居然是北檢 也可以同步配合的話 我覺得行政司法的配合 會讓這個金華城 讓威京的壓力會更大 你看 看到北現在這個樣子 我覺得很多人都昏倒 他真的以前是台灣的 所謂的政治上的希望 覺得這麼樣的一個乾淨 這麼樣的一個簡單 每次都講我吃 我吃便當只要五分鐘 他還表演給我看說 他便當最後那個湯 他都把它給喝下去 他把手指頭給我看說 你知道我每天寫多少字嗎 我寫到我的手指頭 都有印字了 我比別人看 他又聰明又認真又打贏 為什麼天底下哪有這麼好的人 就現在怎麼變這個樣子啦 邦德哥你這樣說也沒有說 為什麼你那時候看到的 柯文哲是什麼 是為別人而活的柯文哲 還記不記得 柯文哲說 我就是從小認真讀書 老婆我媽媽幫我安排的 工作我也沒辦法 就填資源 填最好的資源 全部都不是我決定的 請問現在這樣的柯文哲 快不快樂 不快樂 所以邦德哥後來他終於發現了 有一個重大的轉捩點 讓他決定為自己而活 什麼要為自己而活 當他各位還記得嗎 以前柯文哲在從政之前他叫什麼 葉克某專家 他叫葉克某文明世界 所以當有一次他去到中國 被奉為喪兵的他就發現 原來我錯了 我以前都錯了 我應該要為自己而活 不是 人生除了黑白之外 還有彩色 普洛德哥所謂的 除了消毒藥水之外 還有昏迷 對 葉克某經過之後 他發現 原來這才叫世界 原來這才叫人生 為什麼 因為他說 我去示範 旁邊有沒有人陪 不知道 但你知道嗎 我才發現有花名冊 你知道他說什麼嗎 他講的性高采烈的 但不是 他說這個花名冊就是 我們吃完飯之後 把自己的房號貼在上面 貼在上面之後呢 就會外送服務 Roon Service 到房間裡面去 有Roon Service 對 那個問題是 柯文在什麼場合講這個 你怎麼會 對著呂秀蓮講這個話 亂七八糟 所以寶玲你懂嗎 他為什麼會在呂秀蓮 而且他太太也有沒有在這樣 因為他太開心了 對 他忍不住了 他從來沒有看過這種事情 他從來不知道這件事情 從這個時候 柯文哲的那個開關 那個switch 打開了 你知道嗎 他就開始 2014年的時候就 擔任台北市場 擔任台北市場之後呢 就開始陸陸續續 所以媒體人揭露說 柯文哲怎麼會在2013年的時候 講這種話 是代表那個內心萌芽的中心 不是 以前講他的第一任 還是在壓制住了 他到第二任 然後我們再講 他去了八八會館 去了招待所 去了大安區的招待所 去了信念的招待所 去了剛剛講的很多神秘招待所 他就不一樣了 寶藍哥這叫什麼 牛牽到北京還是牛 當時柯文哲這叫什麼 很憐耶 他展現書以對這 很憐耶 這種感覺嘛對不對 但是他有沒有門路 有沒有管道 沒有啊 他就衝擊量 去到中國的確他上兵 因為葉克風 但在台灣他是什麼 他是急診室 黑白的啦 但直到他當了 第一屆市場的時候 戰戰兢兢 那時候還是你講的 為別人而活的柯文哲 財報做得清楚 到後來之後 開始有管道 開始認識黃珊珊 開始認識建商 開始認識神經濟之後 不一樣了 開始認識林秉文之後 不一樣了 欸秉文啊 人家第一次是林秉文找他去 第二次他主動開口 他就說你那個地方不錯 我常常去 很舒適耶 所以你代表什麼 柯文哲終於找到他人生 如何為自己活的方法 如何為自己活的管道 但他最大特大特措的是什麼 他如果不是一個政治人物 他如果不是收賄的話 我們講是一般人做生意的 我們講我給他掌聲 代表什麼你為自己活 我了不起 但當你是政治人的時候 這變成什麼 這變成極致的墮落 但是柯文哲回不回去 已經回不去了 他回不去了 因為他一旦藏過那個天頭 這是他內心最深沉 來自EGO 來自磅火的渴望 而這個渴望 一旦得到滿足之後 會變成什麼 所以他要過一個 不一樣的人生 也難怪什麼 你要去看好耶 你要過這種日子 你要很有錢 所以你的心理學分三個 一個叫操我 以前柯文哲是什麼 叫一個操我 我是一個道德高大上智商157 我要為生死之間去拯救病人 但後來他終於本我 為什麼 因為本我實在太舒服了 本我實在太有趣了 本我才是彩色的 操我是黑白的 那你想想看 為什麼柯文哲 最後會變成這樣 完全不意外